大大寫著Delta病毒已進入到台灣 柯文哲271下午臉書PO文 就是要告訴大家 有兩位台北市民 曾和一位芳寮鄉居民確診 有近距離接觸 而這確診者可能感染Delta病毒 但這其實是改過文的 原來的是篤定寫一位感染Delta病毒的芳寮居民 讓屏東縣府氣炸了 因為目前Delta群聚個案是在芳山 而這一位芳寮確診居民 案14734 唯一重疊足跡是在芳寮醫院 但時間空間又都對不上 況且案14734 也還在進行基因定序比對 屏東酸北市 誰傳誰還不知 已經安排了兩位市民進行PCR的採檢 並且進行隔離 而28號接近中午 北市府也公佈 跟案14734的退休夫婦 兩個人的PCR都是陰性 但這一波Delta病毒 來勢洶洶 從秘魯回臺的祖孫倆再回推 發現新北也被匡列了兩人 一位新北市民是26號 跟屏東Delta確診者接觸 PCR是陰性 人在隔離 還有一位是機場防疫計程車駕駛 6號載到確診的秘魯祖孫 篩檢後PCR結果也是陰性 在整個通報的機制上要建構一個前進快速通報的機制 這個機制平台就有在中央跟地方 大家一起並肩作戰 侯友宜這案子就是出招Delta病毒要聯合作戰 否則雙北增擋得住 TVB的新聞劉立成 譚一輪 新北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